大家好 去月小课堂 很多朋友看我们录音过程中用发电机 说你聊聊发电机 包括怎么打油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我们发电机叫萨登这个牌子 18年初的 之前我一直两三年都用它的老款 这个发电机应该是我们用过的 所有的主流的中国能买到的汽油发电机 大概一两千瓦左右的 应该是最好使的 给大家简单讲讲 因为这东西最关键的首先体积小 它体积还是很小的 操作起来就特别简单了 这是油箱盖 油箱盖带一个通气阀门拧开了 差点摔了 拧开了之后 这是新款的 这边档位里面拉到最底下 就是阻风门打开的状态 也就是普通的滑油气发动机 冷车的时候招车的这么一个最好的设置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这车就能开始打着了 直接就着了 着了之后把阻风门拧到开的位置 就是别老开着阻风门拧回来 其实就OK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下就能着了 然后这里面我给先车灭了 要不然太吵了 OK 能装五升油 这五升油你在标准的负载模式下 大概就1000瓦左右的话 能着起码6个多小时 那就是说如果你轻负载 就是充足电的话 能起码到10个小时 所以还是很省油的 其他的方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有一个接地线用于保护 OK 然后这边是插座 我这个的是玫瑰的头 插上玫瑰头之后 我给它准备了一个玫瑰的接线板 直接这么着插上 就可以输出电了 这台是2200瓦的标准功率 但实际上能用到平原 能用到大概1700800瓦 高原的话 大概能用到12300瓦 就这样 很简单的 这么一个发电机 还是挺好使的 这一下你的营地 可扩展的玩法就很多了 冰箱电视这些都OK了 同时还有一个关于打油的事情 是这样 打油你自己的流氓的方式 你把油弄出来 咱就不说了 标准的流程是 理论来说 中国80%地方是不卖给散油 给私人的 因为不知道你的用途 汽油 如果你想官方的打到汽油 正规合理手续的话 是你公司 首先去你本地的派出所 问一下 你的派出所 关于打油的介绍信格式 是什么样的 你拿的格式回公司 然后按照格式申请一个 我要打油为什么 同时盖好公章 再把它拿回派出所 派出所会根据你的介绍信的申请 会回到你的公司 看一下你有 你公司有没有储藏汽油的资质 消防之类的 如果确认的话 好 派出所会给你一个 指定到附近 你们公司附近的一个加油站的介绍信 之后你拿这个介绍信 再去加油站 加油站会打电话 再回派出所核实 OK 确认的话 中国的法律法规要求的是 最极限的话 可以给你打50升油一次 这是最合规的手法 当然了 那天我发了一个微博 部分的网友说比如说重庆 直接刷身份证就能打油 这样的形势简直是太好了 但是在全国其他的很多的地方 是不能实现的 现在中国的油管控还是很严的 很多的乡村都得是一个很严的手续 才OK 刚才我说的是最标准的手续 仅供大家一个参考 当然你们地区更简单 那就恭喜你 更容易打到汽油 更好使发电机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区野巧克堂 准备 现在给你来说 那个方式的耳朵